高雄轻轨二阶复工 加上原本的捷运红举两线 以及未来新建的黄线 将让高雄形成捷运路网 但是议员李博弈指出 台铁捷运化也可以形成路网之一 但班次密度不如台北 要求市府向中央反映 甚至从高雄车站前面的三块座 你们要到高铁站 你如果不是到高雄车站 你如果要从内围站 从美术馆站 你要去搭乘高铁 对不起 你要三十分钟才有一班车 我觉得这不合理 我们会全力按照议员的指示 跟中央来好好的协调 就有关增加班次 或者是在整个时间的一些规划 能够更便捷更便利 另外台铁南子段的地下化 受限于中油厂区的开发 李议员建议市府先从宿舍区 都根优先进行 提供容积优惠和地幕变更等 以取得中油的信任 陈市长达巡使表示 将会和中油召开协调会 尽快解决开发问题 我们还是希望市政府 透过小的宿舍的这个都市更新 来跟中油再谈 更大更快的整治计划之后 高雄这个未来的厂区 才有高雄市经济想象的空间 才有我们南子铁路地下化 中油厂区因为地下管线还未迁移 影响南子铁路地下化 李议员提供意见 希望加速中油厂区开发 以连带促成铁路地下化 以解决南子路桥路线复杂的问题 记者李正道赖昌邦 高雄报道